本来这个视频是打算用好运连连里面反场的小大师玩打实战 但没想到对面这个青年爱第一局就丢了两个通灵 那我们这个人这就直接白给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半世都目前的一个实战效果 对面这个是青年爱 他提升反手变大石 防止他用抓取 所以我先顶一手秘卷 但是他这个抓取放了一点晚 第三个通灵已经放出来了 我们上面先普攻 然后过去二技能抓一下 第二段冲过去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拿到四斗了 对面如果提升我们可以反手开打 但这个普攻出现了一个失误 反向预判一下 一个技能反应拉开再顶一手通灵 那你现在手里面有任何东西 我们过去用密件拿到先手 二技能快速把这个带走 接着来看第二个忍者 泳装小男 这个半世都经历过多次改动 其中一次改动比较明显 就是把这个变大石变成了一个主动释放的效果 最早的效果是在你释放一技能前一阶段 被对方攻击命中以后才会触发那个大石 所以说那个大石的使用率就非常低 结果没想到改成主动触发以后 那个墙都又有点过高了 所以说他后面又经历了一轮的削弱 反手放了个大石 你开了个霸体 追着他 然后抓取一下 然后二技能也有个抓取 那他这个霸体就直接摆给 虽然半世都目前在断越赛里面的助长率也不是特别高 但我个人用起来的话 他反而是比那个削弱后的先人都更顺手 因为你可以在半世都身上明显感觉到他变大石 或者是一些其他方面的优势 但那个先人灯的话在调整以后 优势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不过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看法 反正这两个人目前在断越赛里面的表现都不是特别好 他最后剩一个截住散的漂泊武士赛不展 这边秘卷拿到先手 二技能拉开 然后反向再拉过来 这个技能后摇阶段点普攻追加的钻地效果 也是当初改那个主动释放大石的时候同步更新的 所以说那次改动对半世都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这个时候对面被我拿到先手 我手里还有两个通灵 对面手里一个通灵都没有了 所以说我不用反手开打 直接变大石 看一眼 你防反 然后再直接钻出来 我以为他会直接放技能 所以说我顶了一手秘卷 那没关系 他手里没有技能 因为我在此拿到先手 他提神好的时候 我这个一技能又好了 而且对面这个漂泊是赛不展 手里没有抓取技能 所以说我这个霸体的大石 他就没办法应对 就算是触发了你的防反又如何 你一样抓不到我